他们居然就拿出大陆的医保卡 我同时愣了一下说 不是这个 那你有身份证吗 然后对方又记性的说 有 然后又拿出一个大陆的身份证 我跟你说 别看不起我们 我儿子在加拿大当牙医呢 我也是拿这个身份证给他 帮我看牙的呀 你什么态度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摩莎浅浅 我在当牙柱的时候 遇到一个大陆过来台湾里游的夫妻 呃要在我们诊所去 他说原本是要洗牙还是要看牙 诊所的柜台小姐 就不知道他们是大陆人嘛 然后所以就习惯性的 问他们说 你有健保卡吗 然后对方就说有 他们居然就拿出大陆的医保卡 我同时愣了一下说 呃不是这个 那你有身份证吗 然后对方又记性的说有 然后又拿出一个大陆的身份证 然后我同时说 啊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用耶 首先在这里说明一下 台湾确实是不承认大陆的身份证的 也不看大陆身份证的 通常会看那个往来通行证 就像台湾人去大陆 不看台湾护照一样 不看台湾的身份证一样 所以拿大陆的医保 医保卡跟身份证 来台湾看医生是不行的哟 你能拿大陆的身份证 坐飞机来台湾吗 不行嘛 就感觉那个大妈就有点装你知道吗 就有点像大陆网友讲的装逼 然后对方就暴跳油雷 很大声的说 我要身份证 我拿给你了 你说不是 这个就是我的身份证呢 我跟你说 快点有点装不成 我跟你说 别看不起我们 我儿子在当牙医呢 我也是拿这个身份证给他 帮我看牙的呀 你什么态度啊 然后两夫妻呢 就很不要脸的 在就是在我们的诊所 疯狂的骂我同事 真的很大声 我惊呆了 就是泼妇不过有耻 真的很丢大陆员的脸 知道吗 就是因为我也是大陆员呢 连我自己都恨不得 赶紧跑去厕所躲起来 全程我同事都没有仪器不好 更没有说要看不起他 而且那两个政将在台湾 切实就是不承认的嘛 既在加拿大能拿大陆居民身份证看牙吗 请问有在加拿大的朋友有知道吗 可以拿中国医保卡去加拿大看病吗 有没有在加拿大的朋友知道的 可以留言给我分享吗 不过我本人是不太相信了 虽然我没有在加拿大看过医生是吧 我觉得加拿大什么时候承认大陆的身份证了呢 难道加拿大跟中国大陆是又统一了吗 所以承认了大陆的医保卡吗 有住 如果有住在加拿大的朋友知道的话 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用屁股想都知道不可能嘛 虽然我知道加拿大很多中国人移民过去了 我也有很多朋友移民过去加拿大了 不用问他们 也不可能在加拿大用大陆的身份证跟医保卡去看病吧 在大陆有时候有一些大妈真的就是很会装逼 就套大陆网友讲的装逼 出来了就怕死人家看不起他 说他穷 我觉得就真的就是有多自卑啊 在台湾人家根本就不在意你有没有钱好吧 而是说看你的素养是怎么样的 看你的人相处起来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同样是大陆人 我当时真的是超级丢脸的好吗 后来还好 院长就出来摆冰了 院长就很好心好气的跟他们说 如果你们只是来旅游的话 没有台湾的健保卡 只是顺便在台湾看医生 在台湾看牙 要自费看牙哦 自费的部分我们不会多收你的 就跟台湾人自费的价格是一样的 然后我院长就说 这里有一个同样是大陆人的员工 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问他 然后我说对 我说真的 我说其他也有很多路客来台湾里游 他们有临隙的牙痛啊 拔牙或者蛀牙座很严重了 痛到不行了 也在我们诊所看过 然后医生也没有多收他们的 同样就是一模一样的 台湾人自费是多少 给理客他们也是一样是自费收多少 并不会说因为你是外籍人士 就会给你多收 或者说觉得你很有钱就多收 并没有这样子真的就是没有 我跟诊道的医生 所有的医生都是这样子 他们不会因为你是哪一国的人 不会因为你是台湾人就给你便宜一点 不会因为你是外国人就会给你便宜一点 真的就是没有 这一部分我是可以保证的 最后呢那位大妈他又说 那我们不看了 然后他就收东西就走了 我跟我同事就开玩笑说 可能要拿大陆的身份证去加拿大给他 牙医儿子看了吧 真的就是超松悍的样子 我都吓到了 我在大陆我都没有遇过那么松悍 可能是因为我来台湾太久了 已经不知道有一些中国大妈 真的就是很松悍 虽然我过去已经习惯了那种场景 在中国大陆呢 不管去到哪里都可能会遇到这种人 但是来台湾久了之后呢 我觉得还是有点不习惯 说实话 作为中国人常常出国呢 我遇到没有素养的同胞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很想远离他们 说实话作为中国大陆人 我常常在出国的时候 遇到就是同样是祖国来的 没有素养的同胞 有时候我就很想远离他们 既然有钱有能力出来了 就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啊 遵守当地的风俗习惯呢 你就说我没有台湾的身份证 因为我是过来旅游的 想要顺便就是洗牙 想要感受一下台湾的医疗 想要顺便洗个牙什么的 我觉得放下自己的那一股松汗的样子 去好生好气的跟跪台员员讲清楚 自己的来龙去脉 我觉得也没有很难吧 我觉得台湾的工作员员也不会 我也不会刁难你吧 我觉得坦诚行对有这么难吗 去到别的国家 就算你不想改变 也应该尝试的携食者 怎么样跟当地人打交道 而不是带着在大陆的那一套 好像泼妇打鬼 人家就怕你 要遵崇你一样 出国至少要保持公共的句式啊 买东西吃饭就要排队 说话要注意音量 说实话 其实如果你自己的行为直指 不要太过夸张 就算你在国外啊 迷路啦 语言异商问题啊 文化的差异啊 闹出的笑话等等 人家都会主动的提供给你协助 有些人出国啦 也把自己在国内的那一套带出来 特别是在公共场合 或者旅游景点 做一些不文明的行为 随地土壇啊 插队啊 乱丢垃圾啊等等 不管去到哪里 我觉得都会被人家看不起好吗 真的有时候出国 遇到同样是来自主国的人 我观察对方的言行积极 如果对方的言行积极很奇怪 我通常就是溜击大吉 不想让人家知道我们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 因为我又不是什么高原啊 一道没有素质的中国人 我也没办法去做到说 去引导和协助他们 等下被骂被打了怎么办呢 看到等下又说哎呀你在国外就 呃那么自卑吗什么什么呢 等下又被这样子骂了 等下又说哎呀你是卖国贼什么什么 所以我根本就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 我只能做好我自己提升自己的素养啊 说到底呃那部分人的心态就是自以为自信 其实就是自卑心作祟 因为小时候都都在教啊 说什么外面的人呢都看不起中国人呢 说我们穷啊 说也被看不起啊 呃所以人人都以为国外的人看不起他们的原因 也是一位穷 哎我觉得我也不想说太多了 等一下又被骂 算了就随便吧 哼哼 好啦今天先分享到这里啦 多谢 拜